好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永福的人啊 跟有福的人啊 你們都是好不好 感謝主 好 我們在新的一年 感謝神讓我們一起距離在這邊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福的人啊 我們來看一下 2016你想要過了怎麼樣呢 閃閃亮亮 金風相不相對不對 這樣才值得嘛 今年的年底呢 如果有個分享會 就讓我們從一起年初的有福的人啊 到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祖父 變成有福的人對不對 永遠享受這個福氣 我不知道你們這一兩天有沒有看新聞 指南宮要拍個恩典的前母是不是 要拍個多長呢 你們知道嗎 10公里 蛤 沒有 感謝主 你們都不用去排那10公里 只要來這邊 你們就可以享受到那個 這麼大的福氣 他們要排10公里 那 有一個人好早之前好像前一個人他就去排了 他就為了到你第一個 那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不需要去排那10公里 我們只要單單的來到神的面前 距離 多麼近 你就跟神一起面對面 你就可以得到這麼大的嫩點 我們都希望在一年的新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很美好的開始 所以我們就會想盡辦法去過得更好 我們追求的是什麼 台灣人最喜歡在新年的時候追求一個福 那這個福從哪裡來 從神的話以來 成神的話以來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的第一節 他說 不從二人的計謀 不戰不作 但是這是華語的聖經 如果 你看整本聖經裡面呢 你猜哪一個經文 哪一篇的 哪一個章節 哪一個書卷 那一開始就會告訴你 成為有福的人是哪一個 就是今天這一個 今天這一個 他說 有福的人 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聖經 他翻開詩篇的第一篇 第一章 第一篇第一節 他就會寫有福的人 所以 詩篇提醒我們要過一個有福的人生 那我相信在新年的第一天 我們要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時常跟神清靜 不要離開神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怎麼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這需要技巧 告訴你們秘訣 作戰的秘訣 出去要贏呢 就一定要有秘籍 對不對 我們才能在那個 爭戰的時候得勝 來我們一起來念 不從 惡人的計謀 不戰 罪人的道路 不作 卸犯人的作為 感謝所有農人 今年就可以得勝 好不從 所以我們要記得有三個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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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要 說三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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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的神都那麼偉大 從以前就知道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好 不從二 你記得你什麼時候是最不會被陷害的時候 我那天真的在想這個話題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你們什麼時候是最不會被陷害的時候 什麼是會讓你覺得最有安全感的時間在你成長的過程裡面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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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嗎 對好像 可是睡覺會做夢耶 好像那個撒蛋也會來 又怪我們 你知道嗎 我那一個想我覺得好像在媽媽的肚子裡面才是最安全的 從一出生開始人家就 一直給你就是希望你有那個去抓 去得 那再來我想第二個階段其實我們好像一出生就開始在那個試探裡面 再來第二個階段就我們去上學 我覺得去上學好像小學那一個時段是感覺比較還好 所以從我們出生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選擇yes no 跟maybe 你會選擇哪一個 神告訴我們要成為一個有福的人就要選擇第二個 no 打勾 然後去上學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可能會但是比較少 等你出社會之後你就開始發現很多試探了 那當我們沒有接受站立不住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那個惡越養越大 你知道ISIS為什麼會這麼大嗎 他們其實從以前沒有這麼大 那他們為什麼這麼大 都去把各國的資金抓來 越抓他們就越有錢 你知道好多國家在養他們呢 在他們還很小很微弱的時候 我那天看他們的特別報導 你看大道都有特別報導 所以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那個小的東西 我們沒有脫離的時候 那個惡就會越養越大 很多國家包括杜拜也在養他們 他們的資金是從很多國家來 都是很有錢的國家 把他們養到又大又肥又邪惡 如果這個惡沒有被養大的話 那我們會活得這麼辛苦嗎 我今天要跨年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擔心 我就在想說 會不會哪個地方 會發生恐怖攻擊 那我覺得 這是我們需要為這個世界 祷告的部分 我相信 我們如果在不從惡人的寂寞的時候 當我們別人想要做壞事的時候 我們不去支持他們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把那個惡養大 有一個修道士呢 他有一次進入了一間酒家 他以為就是單純進去吃個飯 那他進去的時候呢 他就大概知道說那個地方就是不到的 那修道士就直接跟魔鬼說 你這個魔鬼真的是很大 你竟然能試探我 你知道那個魔鬼怎麼回答他嗎 拜託 你現在是站在我的土地上了 你還問我說我為什麼怎麼試探 今天我們有沒有站在魔鬼的土地上 你自己有沒有進去站在那裡面 後來那個修道士馬上轉頭就走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不從惡人的計謀 當你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想 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一下 No 不行 我們不要走 當ISIS被揚大的時候 別人也想說沒有我就給他一點錢而已啊 他不知道我原來這一點錢 可以幫助他做那麼多事情 可以把他的野心養大 可以把他邪惡的力量養大 所以今天 當你遇到惡的時候要從嗎 不從 當有人要用錢給你要從嗎 不從 好不好 當你不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人生開始改變 如果你給了第一次的 從他的惡 他的計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我下一次在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也還好 第三次要做的時候好像又更還好 記得神提醒我們 要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就要不從惡人細蒙 所以經文有一句說 要防備法律在人不孝 做過麵包的人請去招 好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以後肚子餓可以 請他做你的麵包 現在很流行做麵包 我們可以去看到很多 電信行都在做有那個麵包機 那很多東西都是你一定要放酵母進去 他才會慢慢的養大 那我覺得 耶穌很有提醒我們 防備這個惡的酵 在我們心裡面慢慢的茁壯變大 第二個呢 是我們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以免壯大 好不好 所以請你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 簡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好 這兩隻鸚鵡呢 一個說你說什麼 另外一個就說 Baka Baka 我們這樣鸚鵡都會學人家講話 對不對 那你不站在他的道路上 你就不會受影響 有一個人有一個 就是養一隻鸚鵡 那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跟這一隻 你猜哪一隻感覺比較乖 感覺好像是這一隻 那有一個主人呢 就說 去一個人的家就說 欸你們家的鸚鵡怎麼這麼乖啊 說出來的都是祝福人的話 啊你好漂亮喔 然後你好有福氣喔 然後你怎麼樣 說出來都是祝福人的話 然後這個Baka Baka的主人就說 好好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訓練一下我們家的鸚鵡 我就把他們家的鸚鵡送去他們家 送去的時候呢 三天後那個比較乖的主人就打電話給這個小巴的主人 就說欸你趕快來幫他接走 那個主人心裡就想說 那一定是訓練好了 然後就說欸怎麼樣表現得不錯吧 回來應該可以跟我說恭喜發財啊 說你真的是很漂亮啊 他說拜託你快點幫他接走 我們家的鸚鵡現在也都一直說髒話一直罵我 所以我們知道在罪的道路上 當我們不站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是很容易受影響 你是非常容易就被捕在一起 主耶穌知道我們的內心軟弱 當我們上去的時候 我們站上去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會受影響 所以他提醒我們第二個秘訣是什麼 不在罪人的道路 聖經裡面有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羅根 他那時候神給他選擇 跟亞伯拉罕要分開的時候 他選擇了一個罪之城 那亞伯拉罕選擇去走神 可以帶領他的方向 那羅德呢 他覺得他在那裡面一定不會受影響 聖經說羅德是一個藝人 所以他覺得他好像不會在那裡面受影響 對不對 如果是你今天站在罪惡裡面 你會覺得怎樣 我是基督徒耶 拜託怎麼可能那個人 如果是一定是別人 不可能是我 羅德那時候也覺得 他可能不會受影響 他的妻女也應該不會受影響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站上去的時候 我們自己很聖結 但是我們身邊的人 還是有可能會受到罪惡的影響 所以當上帝要鬼滅那城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你們不要回頭看 結果他的妻子怎麼樣 回頭一看就變成炎柱了 那後來有變得很好嗎 他們雖然逃禮之後 沒有 他的女兒之後跟他的爸爸亂吻 因為怕他們沒有後代 所以他就跟他們爸爸亂吻 他的女兒跟他爸爸亂吻的時候 會覺得有罪惡感嗎 不會 因為他們在那個罪惡的城長大 所以羅德之後晚年怎麼樣 也不保 因為他也沒有過得很好 那他們所生的後代呢 也跟亞伯拉罕的指數一直是敵對的 所以當我們站在那個罪惡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不會被受影響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給我們的一個秘訣 就是你連站都不要站上去 就是成為一個人的秘訣之二 第三 不要坐 謝慢人的位 請你不要坐上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部影片 西里人集 裡面講的是什麼 小三 回不去 我覺得 經文講到這邊 告訴我們 第一個不從 再來不在 再來多做 我覺得這是循序漸進的 當我們從了 我們就會站上去 你站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嗯 也還好 那你就坐 我為什麼會寫這一個 選這一個來當這個 因為 當我們落在那個罪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一開始會覺得很快樂 當我們落在那個婚外情裡面 你會覺得 啊 好快樂 但是親愛的 你有沒有想過 你早就已經傷害了你的家庭 傷害了人跟人世界的關係 所以當我們在犯罪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 好像也還好 但是無形中 你傷害了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的人 美國有一個新聞 那天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有一對夫妻 他們搬去美國住 然後之後那個先生就從大陸又帶了一個女孩子進去 就是小三 那之後過不久 你們覺得會和平發展嗎 看似好像沒什麼風浪 隔不久之後新聞就爆了 發生什麼 情殺 那個原本的配偶覺得他不滿 為什麼有人可以介入他的家庭 就把那個小三殺了 那我覺得 在這個事件上面提醒我們 我們看似那個罪一開始可以帶給我們 好像很快樂 但是其實當你仔細去思考的時候 他會帶給我們後果 會遠遠超過我們心裡面 你所想的 就算你們真的分手了 你永遠還是會覺得 我好像對不起我的太太 我好像對不起我的先生 我是不是在這裡面做了不該做的事 所以當我們不再不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是快樂 但是說不容易嗎 不簡單 所以就會一直提醒 這個是一個反讀的廣告 那他說手法劇讀就可以影響彩色的人生 我要告訴你 說不真的不簡單 當你的同學 你的同事邀請你吸毒的時候 你要說不簡單嗎 有時候真的不簡單 你覺得說不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我告訴你真的非常的困難 有時候當我們說不的時候 你會傷害你到家人 你會傷害你跟你朋友之間的友情關係 你甚至會傷害跟你 最親密的人之間的關係 當他請你做講見證經理 做講帳的時候 你說不簡單嗎 真的不簡單 那這時怎麼辦 祷告求勝 只有他能夠帶領我們 而且唯有他的話成為我們的幫助 你知道要說不要有多大的勇氣嗎 有一次聽一個弟兄在分享 他說他去坐捷運的時候 現在捷運有時候 如果你在等待的時候 有椅子可以坐 但是捷運裡面是不是不能喝飲料 所以有些人就會把飲料亂丟 丟了飲料可能就倒了 就在那個椅子上飲料就倒了 那個弟兄呢 就看了一個小姐走過來 他想說 喔那個水那麼大 他應該可以看到那個椅子上面 有一個飲料的水 他很想跟他說不 可是他說得出口嗎 他有勇氣嗎 沒有 他沒說 他就想說 那個小姐自己一定看得到 那一個飲料的那一攤水 過沒多久 他就眼睜睜的看了那個小姐 坐到那個位置 把那個飲料的水坐上去 親愛的弟兄姐妹 說不 簡單嗎 看似好像真的很簡單 但是當你要說不的時候 有些時候需要勇氣 需要從神給你的力量 你才能拒絕 你才能抵擋 你才能過彩色的人生 今天說不真的不簡單 需要智慧 也需要勇氣 這一個新聞是寫 有兩個神學生 酒駕撞死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則新聞 在一年前或兩年前 這兩個神學生為了慶祝寒假 他太開心了 然後他們就喝酒 然後就在開山路的時候 就不小心發生疾祸 然後回到神的懷抱 這兩個神學生受了很棒的神學教育 那說不簡單嗎 真的不簡單 他們為了要去慶祝寒假 那就想說我們可以放鬆一下 就接受了酒精的誘惑 然後就酒降 然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今天說不真的不簡單 但是當你有從神來的力量的時候 你就能大聲說我不 所以從此之後 每天你就能過著笑嘻嘻的生活 可以過得很快樂 再來 聖經提醒我們的第二節 他說 唯有喜愛耶和華的慶祝 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愛上他的話 不是愛上這世間的世俗繁華 整個愛晝夜思想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台語 我們的神經句 他說 一生歡喜的就是 爺和華的慶祝 麗麗三輸的 也是 爺的慶祝 好 你每天思想的是誰 然後如果站在談戀愛 每天都想著 哎呦 我們在可愛的 對不對 今天就像你們 我們要把神的話語怎麼樣 每日思想 麗麗三輸就代表 一直想 上起來也想 中午吃飯也想 晚上睡覺也想 而且麗麗就是整天都在想 他記得神的話 是每天都要提醒我們 每天都要想 唯有喜愛耶和華的慶祝 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 唯是什麼 唯一 我們要看神 比看什麼都還重要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不簡單 我時常在提醒我自己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很忙的時候 你就整個頭腦裡面想的都是那一件事情 當我們心裡很煩很亂的時候 你就整個頭腦裡面想的都是那一件事情 很小時候你只要回頭看一下耶穌 你就知道你再來要做的是什麼 所以你回就是試 時常去想神的話語 當試探來的時候 你就能用神的話語去抵擋 今天你越成為神的孩子 你受的試探會越多 你知道耶穌也受試探 所以我們要有神的話語在我們的身上 來這是一艘軍艦 你看到這麼多人 最主要就是這一個是新的 然後站在最前面 這個就是這次要開船的人 很開心 很有權威 因為他非常的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呢 軍中就決定給他這次好好的表現一般 他就開船 那你知道一艘新船要出港的時候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挑一個好像看起來最重要 聰明能幹最有智慧 那這個軍官呢也覺得 我就是這樣的人沒錯 挑我就對了 那他上船的時候呢 好大家都準備好了對不對 我們要開船了好不好 都準備好了齁 好我們一起出發 好順利的開出去 細節都非常的完美 指揮動作都非常的棒 所有的動位都倒點 這時候他想 我覺得我今天真的是做的太棒了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好 那過了多久 士兵就跑進來了 跟他說 船長 你知道那個 艦長呢 發一封那個電報吧 所以他開出去之後 過了多久就收到一封電報 他心裡怎麼想 你已經是我表現太好了對不對 如果沒表現這麼好 怎麼會一開始就收到電報 好他就想說 是不是要說我表現得太好 那他就跟那個小兵說 來來來來來來 你那個電報給我 好我練一下給你們聽 艦長怎麼說 他說 某某士兵 你今天所有做的工作細節 各方面都做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完美 但是你忽略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還沒上床 你就把船給開了 後來他就怎麼樣 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親愛的弟兄姐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如果沒有神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也時常覺得 我真的是太厲害了 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 這兩天我遇到一個青年 我們教會的青年 他跟我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挑戰的事情 他跟我說 親愛姐我告訴你 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一般公順 從我開始讀書開始 我沒有遇到兩個的挑戰 我就是穩坐泰山 我想幹嘛就幹嘛 我家也過得不錯 他爸爸媽媽也蠻會賺錢的 那我覺得我最想要遇到 在這個信仰上 最想要遇到的是什麼 苦難 他說我說 我怎樣才能遇到苦難 我就跟他說 你要想清楚 我都跟神說 這個苦難不要加在你我身上 他說 我就是覺得我要遇到苦難 我在每個苦難裡面會成長 那我就跟他說 你要把神放在你的心裡 如果你沒有把神放在你的心裡的時候 哪一天苦難來的時候 你會抵擋不住 他就說 他就說 我現在開始在學把神放在我心裡 但是我覺得我很難 我說 你不覺得你很驕傲嗎 他說 老實說我也覺得我很驕傲 但是 我覺得 我就是有這個本錢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會不會時常覺得 反正我就是這個 有這個本錢吧 我工作就是很順 老闆就是喜歡我 就是一直把我 讓我晚上生啊 我就是隨便做什麼 我就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而且我的家也很好 取了一個漂亮的太太 嫁了一個很帥的老闆 當我們沒有把我們自己 預備好的時候 試探來的時候 你抵擋不住 你就掉下去了 誘惑一來的時候 你抵擋不住 你就掉下去了 我一直告訴那個孩子 你一定要把神的話語 放在你的心裡面 不然有一天 你會掉到試探裡面 你會掉到罪惡裡面 有時候 當你受傷的時候 我們想救你 都來不及 所以這個孩子 我一直在關心他 也一直期待 他可以把神的話語 放在裡面 成為他的幫助 因為當我們有神的話的時候 我們要像一棵樹 在一棵吸水旁 暗時結果子 葉子也不顧乾 不然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我覺得真的 唯有神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所做的 才能盡都順利 所以有福的人像什麼 就像這一棵樹一樣 好幸福喔 好想去那裡躺一下 感覺就可以很放鬆 為什麼他們會說 今晚為什麼會說 像一棵樹一樣 樹整個吸水 從他的根部去吸水 那我們那天就是有去看一下 他們研究說樹的根 看起來都很粗 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如果把它放大 你知道樹的根裡面 有很多小細毛 透過那個小細毛 把那個水吸進去 然後在整棵樹裡面 讓那個樹開始茁壯長大 如果一棵樹沒有足夠的水分 枯乾就不能結果子 那果子我們都知道 溫柔和平忍耐忍愛 信食良善 節制喜樂恩慈 他沒有照聖經的經節這樣排 但是他就是聖靈的九顆果子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一樣 當我們抓住神的時候 你就有這些果子 自然得然的結束 你喜不喜歡吃水果 喜歡 那個果子能不能成為你的祝福 可以 水果可以成為你的生命養分 祝福 今天你結出神的果子 可以成為你周遭朋友的祝福 成為你家人的祝福 所以盼望我們可以成為一個結果子的人 再來 葉子也不枯乾 你看這棵樹 真的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超喜歡這棵樹 他這整棵樹 你看這些紅紅的都是他的 結出來的花 他開出來的花 我那時候看到這棵樹的時候 我超驚訝的 我想 原來這世界有這麼可以看這麼多花的樹 今天當我們抓住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這節經文 他說 葉子也不苦乾 在巴勒斯坦裡面他們的水不多 所以他們通常在冬季才有水 那這些樹呢 就要趕快在冬季的時候吸飽水分 讓他裡面充滿水分 當他遇到那個沙漠的熱風的時候 雖然他的葉子會被吹得黃黃的 但是不至於他會整棵枯掉 然後整棵沒有用 所以今天當我們把神的話語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吸得飽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生命裡面不會枯乾 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也知道怎麼做 再來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約翰福音裡面 約書雅不是詞 約書雅記 他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下面那邊打錯了 約書雅記一章八截他說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中 要奏業思想 好使你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裸死你的道路就可以恨通凡事順利 所以你要凡事恨通 奏業思想神的話 在約書雅也這樣提醒我們 另外一個地方 司天也是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的道德 你要吃勞苦 勞怒所得來的 你要想苦事情順利 所以今天你要凡事順利得慢 遵行神的話 你就能凡事順利 今天一定是拿比較多的人 比較贏面嗎 有一個孩子他過得不好 那我們這樣孩子都很喜歡去公園玩 他們就在堆沙丘的時候 就開始有小霸凌出生了 就跟他說 你這個是窮小人 窮冷的孩子啊 你看你身上髒稀稀的 穿著血破破爛爛的 而且你的臉你看從來都沒有洗乾淨 他們要跟他玩嗎 不要 然後這小孩子就被人禍 然後剛好有一個校長就在那邊 他就看他怎麼一直在哭 就跟那個孩子說 你是怎麼了 那孩子就跟他說 他們嫌我髒嫌我求 我都跟我玩 然後就一直哭 這個校長就帶他去那個沙丘 就跟他說 我們一起來堆沙丘 就把那個沙丘插得好高 堆得好高 然後在上面插一根旗子 他說孩子我們來比賽 今天我們一人拿一些堵 拿一些沙 然後誰先讓那個上面的旗子倒下來 那個人就輸了 所以旗子能倒嗎 不能倒 他們就開始了 這校長一開始就抓一大把沙 那孩子心裡就想說 他還抓太多了吧 所以他就抓一點點 然後在校長第二次就抓一大把沙 孩子就想 我還是抓一點點就好 第三次校長抓一大把沙的時候 怎麼樣 其實就倒了 那小孩就超開心的 就說我贏了 我贏了 真是太棒了 那校長就跟他說 孩子 所以不是得到最多的人 他一定是贏了 今天我們看好多人都得到好多 感覺好像比我們更有福氣 我們覺得欸 為什麼他會這麼好 我們怎麼這樣 但是 拿最多的不一定是贏 今天只有神的話語 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就能贏 不要忘記 在這個心的意念裡面 不從不在不坐 你要過一個有福的人生 你要過一個喜樂的人生 你就要時常去思考神的話語 幫幫神的話語 能夠成為我們的王主 不要忘記經文的後面 他說他怎麼說 當神看來的時候 二人並站立不住 醉人在一人中也會是不死 有時候看作我們覺得不義 我們覺得好像很誇張 但是其實 誰要提醒我們 你在那裡面還是一樣 要分別為聖 我們今天要唱的詩歌是 彩虹下的約定 在我們的周報上面 第九頁也有 這首詩歌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在語 花語的回音時間 還是常唱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 可以安慰我 他說我空虛的心裡 終於可以不再多累 期待著雲後 並跟著彩虹說 終於我的願意 不安的腳步 終於可以停歇 祝你以為我凡射生命的岩石 與你有約 是永遠的約 請白虹為正千古略 我要高歌為生命喜悅 望入歌手你的死愛 大地訴求你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 都跟神有一個約定 那在新的一年裡面 你要不要去看 想過神給你的應許是什麼 神給你的約定是什麼 看望我們在新的一年裡面 都能在立下新年 新希望的時候 都能夠是遇上 我們一起祈禮 我們來唱這首 我們一起祈禮 我們來唱這首 我放去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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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的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无怨 我要保护对生命的喜悦 万无可送你一滴刺来 把你属说你的恩典 我空虚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这日后缘分的彩虹 我属说你的愿意 我不安的脚步 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 不安的脚步终于不再流泪 祝你为我 来生生命的生命 与你的永远是永恒的缘 与你的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无边 我要祝你为生命的喜悦 我要祝你为生命的喜悦 我无可送你的一滴刺来 当你属说你的愿意 与你的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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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祝你为生命的喜悦 我们要求我们一起厌情 我们安静一项事情 想想一下 在去年神怎么带领你 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喜乐 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对神有亏欠 你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求神带领你 指导你心的意念 要走往什么方向 求神带领你 再次回转向神 定睛着神 请祂依然牵着你的手带领你 让你知道怎么做 我们透过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安静一下 让我们的敬拜团 会带领你唱的这首诗歌 你可以透过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里面也就是 神要告诉你什么 我空虚的心里 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雨后 凭凡的彩虹 我说你我的月底 我说你我的月底 我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提起 祝你的иров作人 我亲爱的事 祝你愈人 你愈永远 我苛世霆 你生爱愿 在喊い愿 我要荒荡为生命心愿 我不敢送祢的慈爱 当地书说明天 我供需的心底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沉远后缤纷的彩虹 我供需的心底终于不安的脚步 脚落在神的手中 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 祝祢为我开舍下你的生命 我供需的心底终于不再流泪 我供需的心底终于不再流泪 我供需的心底终于不 si 彩虹为这千万不变 将当歌为生命心愿 把舞革散离的慈爱 当地书生命的恩典 当地书生命的恩典 当地书生命的恩典